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明洞的藍款產品 它主要是針對潤唇部的明膠 另外一罐是它的珍珠萬用唇霜 這罐就比較大罐 這罐它比較特別就是它可以當作唇部的保養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擦在皮膚上比較乾燥的地方 做滋潤的支柱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用這個 它的角色明膠 然後這邊寫說取勢量塗抹在游泉器上面 讓它擠出來是這種明膠的質地 然後是有一點點很細的顆粒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有一點很細的顆粒 然後還有一點會牽絲的感覺 然後塗的時候會覺得有一點點熱熱的感覺 不過還OK 它的質地是明膠 但是我覺得會讓你覺得有一點點 會覺得它是有點滋潤然後油油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的嘴唇比較暗沉 平常沒有很認真地擦在護身道 然後塗抹它差不多的時候 它上面寫說可以用溫水洗乾淨 因為Amy現在在泡河上 所以我就直接用瓷子筋把它卸掉 看到卸掉的感覺了嗎 因為我的嘴唇其實還蠻長 就是乾到脫皮的 因為平常真的沒有很認真的保養 好 這樣就是擦完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是它這一罐唇霜 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其實定期去角質 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就像肌膚一樣也會有一些老肺的角質 然後唇霜就是做滋潤的 然後它打開來 它打開來是這樣子 就是它是有一點點帶粉紫色跟 那個珍珠的光澤感 看到嗎 然後是有一點點液態的 那取飾量出來 它也是一樣 它的質地都是有一點點會牽絲人龍球的感覺 好 那我一樣把它擦在嘴上 我覺得我這個用量有一點多 其實好像叫一點點夠 我覺得它的質地有點像是 就是像護唇膏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多了一層滋潤的東西在嘴唇上面 應該是沒有味道 然後呢 你就會覺得嘴唇就是亮亮的 就是像你平常出門擦護唇膏一樣的感覺 然後它是有寫說 就是可以擦蛋幾乎比較乾燥的地方 那因為我的臉其實算是比較乾的 那我試著把它抹暈之後按壓在臉上 但是我覺得它因為它是比較滋潤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你塗抹在臉上的話 其實可能會比較適合秋冬的時候 就是只是利用手紋 讓臉上飽飽的按壓一層就好 但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過於滋潤的感覺 那如果平常就是你不想要 就是擦一般的護唇膏可以擦這種 想要就是加強保養嘴唇 用這種比較滋潤的話 就可以上整個然後再上口紅 那等一下Amy就來試試看化妝 然後再看看就是搭配上這樣的 打底的這種唇霜的保養 上妝跟擦有口紅的效果好不好 好那我剛才Amy就是 用了那個冥凍的唇霜之後 然後再上一層就是Mabelin的唇膏 我覺得它這個還蠻適合它護唇膏的 就是它的進度很好 除了它冥凍那一罐 因為它比較大罐 用唇霜比較大罐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你不太適合出門帶子 但是如果平常就是要上妝 就是上妝要擦孔子之前 可以拿這個當打底 就是它除了平常就是 睡前的時候可以擦在嘴唇 做保養去睡覺之外 平常出門的時候 它也可以當做打底的那個滋潤的唇妝 然後再上一層口紅 目前感覺就是你會覺得嘴巴是 應該怎麼說它有那種油亮光澤 不過就是滋潤度的那種感覺 它不會覺得嘴唇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Amy應該就是這陣子就用它 然後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嘴唇就是會維持在比較滋潤的狀態 不然我平常就是因為我很想喝水 所以我的嘴唇常常都處於很乾的狀態 然後有時候要放口紅 就是嘴唇要脫皮 就是想說應該要好好開始保養 那之後再陸續就是更新一些 就是我使用雀腳脂跟拉臀霜 就是嘴唇能改善的狀態囉 掰掰